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大俠攝影教室的布柯老師 這一支影片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藍眼淚的拍攝技巧 以及拍攝景點 首先我們來看到 想要拍藍眼淚 那我們可能先認識一下 什麼東西是藍眼淚 那海洋大學證實 藍眼淚的其中一個發光生物 就是夜光蟲 藍眼淚其實受到刺激之後 它就會閃爍 其實它就是有點像是 螢火蟲一樣 一閃一閃 在馬祖有什麼地方可以拍攝藍眼淚 那當然四鄉 舞蹈 都是有機會的 我們得到的經驗是以 冬舉來講 會是最多的 那冬舉 其中又以 萌奧碼頭是最多的 所以 如果你在 各個景點 冬舉上面的各個景點 找不到藍眼淚的話 那我就會建議你不妨去 萌奧碼頭走走 應該就會有安慰獎 在冬舉上面除了 萌奧碼頭可以拍以外 還有哪些景點呢 那 就是大砲連 最常會帶大家去的 那再來的話 如果你想要拍攝 銀河加 藍眼淚的話 在冬舉的 大浦石科 是有機會拍到這樣的畫面的 那北竿呢 我們拍攝過的景點 大概就是 洞八 邀兩句點 以及 白沙港 在這幾個點 都是有機會 拍攝到 藍眼淚的 至於東影的話 就是以 紅橋中柱港 為最多 經國亭也是有機會 可以拍得到 藍眼淚 那至於 沒有光害的地方 像國之北疆 也是會有機會可以拍得到藍眼淚 最後南竿的話 我個人最推薦的一個 覺得最漂亮的景點就是 鐵堡 鐵堡如果你可以拍得到大量的藍眼淚的話我覺得那個是因為 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景點 因為 一個海上的堡壘 因為馬祖以前就是軍事據點 再加上藍眼淚的話 個人是最 最想要拍的一個景點就是 鐵堡 加藍眼淚 那藍桿 最值得推薦去玩的一個景點就是 北海坑道 北海坑道的話 一定要在晚上的時候去搖滷 那搖滷的過程中 你就會發現 那個藍眼淚真的是星光閃閃 非常推薦 各位一定要在晚上 夜間的時候去做搖滷 現在我們看到 藍眼淚的拍攝技巧 相機方面該怎麼設定 光圈的話我們推薦會是 盡量的大一點 可能到2.8或3.2之類的 那快門的話 就我個人的經驗大概 我的拍攝的時間大概會是在 2分鐘到10分鐘不等的情況 那ISO的話我記得會是在 200到1600 不等的情況 那在夜間我們如何快速的去做測光 這個動作 我們可以把ISO直接先拉到6400 那假設我等等的光圈直接要用2.8拍 我就直接開到2.8 那今天假設我測得的曝光時間 是10秒鐘的話 那等等我正式要開拍了 我必須把我的ISO稍微降低一點點 假設我把它降到100 那他們之間的關係就相差了6個EV 那我的光圈盡量不要變 這樣我的變數會少一點 那此時我的曝光時間就會變成 10分鐘 那假設如果我沒辦法拍那麼久的話 OK我把ISO拉到200的話 那我的曝光時間就會變成是5分鐘 那如果是我 也沒辦法曝到5分鐘的話 那我ISO直接拉到400 那我的曝光時間呢就會在 減半 就會變成 2分半鐘 這樣的換算方式 那在夜間對焦的時候呢 首先我們最好是找到 遠方有一個 亮亮的地方來對焦 那對到焦之後當然就是轉手動對焦 以免我們等等正式要拍攝的時候 他又在對焦 可是 你的畫面可能 已經對不到焦 所以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 找亮亮的地方來對焦 對到焦之後就轉手動對焦 那如果你的畫面當中是整個沒有亮亮的地方 那該怎麼辦呢 就會建議你在 白天的時候先去找一個 無限遠的地方來對焦 那在 在白天的時候就先確認你的 鏡頭的對焦刻度會在哪邊 那就是網路上所為的 我們拉到最遠 拉到底 把對焦的地方拉到底 再退回來一點點 那那個點呢你就必須要去看你的鏡頭 每個鏡頭的 那個位置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件事情 必須要在白天就去做 那至於白平衡呢 我個人會建議大概會是在3000K左右 那如果你是 PREFER比較 想要藍一點點的 那就 K數再更低 那如果你覺得太藍了 那K數可能 拉到 3200K啊 3500K之類的 那最後 長時間曝光消除雜訊這個功能 有些人可能會 講說要把它打開 可是我們在這邊 會建議你把它關掉 因為現在相機的 後製軟體還蠻 蠻強大的 所以不要浪費這一個 長時間曝光消除雜訊的 時間 因為你 如果今天假設你是拍了5分鐘的藍眼淚 他必須要在那邊降噪降5分鐘 這過程中你什麼 事都不能做 那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 這個功能把它關掉我們 拉到後製上面 來做處理就可以了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加入官方的LINE AT 以獲得更多即時的訊息 點擊螢幕上的這一些框框 觀看更多的影片 OK謝謝同學觀看我們今天 馬祖藍眼淚的特輯 我是大俠攝影教室的布魯克老師 拜拜